在那邊的人,他們的身體的樣態就跟祖馬拉雅一樣, 除了有少數幾個可以分辨的不同, 就像他們胸膛上的圖案的標誌。 我們聽說,當他們來到了敵人, 當他們與祖馬拉雅, 那時候,他們的身體和心改變。 在白昆達門口,祖馬拉雅出現。 由於祖馬拉雅出現, 從非人格主義者變成人格主義者。 所以,非人格主義者,他們了解的絕對真理, 只是到達犯的層面而已。 人格主義者,除了犯的狀態, 與祖馬拉雅出現。 所以,四個庫馬拉雅出現, 他們與祖馬拉雅出現, 與祖馬拉雅出現, 與祖馬拉雅出現, 與祖馬拉雅出現。 他們也知道祖馬拉雅出現。 在祖馬拉雅出現, 在祖馬拉雅出現, 有特別和諧的, 和諧、和諧、和諧、和諧的氣氛。 所以,在物質世界之間的差異, 在物質世界之間的差異, 在物質世界, 常常充滿著衝突、紛爭。 但是,在靈性的環境中, 有一個完美的共和諧、 和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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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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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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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д諧、尤其、和諧、和諧、 和諧。 要 Coordinatorial World, 在靈性世界的氛圍,大家都是想要來取悅主的Naraya。 這與國際Krishan之間是相關聯的, 因為我們也是想在和諧的氛圍裏面再進行。 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個人的興趣利益放到一邊, 而以Krishan的興趣與Krishan的喜悅為主。 如果每個人都以Krishan為中心, 這樣所有成員都會同樣的相心力和和諧合作。 所以即使我們住在物質世界,我們是可以創造靈性的氛圍。 我們在16章,我們會聽到兩位守門者, 叫做Jai & Vijai, 以及如何被聖人們所詛咒。 如果我們去到Vishnu的廟,我們會看到這廟門的兩邊有兩個人站在那兒。 這兩個人,一個是Jai,一個是Jai,一個是Jai。 他們站在這個廟的入口。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瞭解,他們兩個不是站在廟裡面,而是在廟的入口。 所以我們說到四個Kumara在詛咒的Jai & Vijai, 這四個Kumara在詛咒的Jai & Vijai發生在門口,而不是在裡面。 而不是真正在白昆塔的外面。 就是在門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片,然後旁邊的說明, 主Pasmanabha,對於手門Jai & Vijai,沒有認出四個人, 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在圖片上我們看到大鳥,因為它是主的坐騎。 主Pasmanabha,或是Naraya,或是Vishnu,來到這個門口。 所以我們看到了四個Kumara。 所以我們看到了四個Kumara, 然後Jai & Vijai, 然後Jai & Vijai, 然後問, 你們是誰呀? 怎麼有這個資格過來這裡呢? 這個四個Kumara是已經解脫的靈魂。 他們是Brahma的孩子。 他們解脫了。 所以他們有這樣自由可以隨意地去到他們想去的地方。 一般來說,他們居住在宇宙最上層的星球。 所以在宇宙最上層的極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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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層。 ゆ comum穿最上層的極端上層的極端上層叫踏佛洛格, 四個庫瑪拉住在那裡。 有些時候,四個庫瑪拉喜歡旅行, 在一個特別的場合, 他們進入維庚塔, 但他們被駕駛在七個門, 他們被駕駛在七個門桌上, 他們被駕駛在七個門桌上, 他們被駕駛在七個門桌上。 加培與比嘉也犯了這個錯誤。 加培和比嘉也犯了這個錯誤。 所以,他們被駕駛被駕駛的四個門桌上。 所以,我們可能會想, 他們應該不會生氣, 如果是大師傭人, 或者是瀑布宣靈魂, 他們應該不會生氣, 但有時,大師傭人也會生氣。 我們必須了解, 四個苦馬拉的憤怒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要進行奉愛的奉愛。 我們必須了解, 這四個苦馬拉的憤怒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要進行奉愛的奉愛, 我們必須了解, 因為他們要進行奉愛的奉愛。 他們要進行奉愛的奉愛, 並不是為了他們的感官享樂, 而是為了他們的進步。 所以,這就是這兩個手們, 傭人與傭人與傭人的錯了。 他們想說, 他們都不得到這兩個手們, 他們都不得到這兩個手們, 在這兩個手們, 他們都不得到這兩個手們, 在這兩個手們擋住了。 他們就說, 這兩個手們是沒有資格留在這裡的, 他們應該去到物質世界。 所以這是四個Kumara所進行的詛咒。 所以說明,這位主潘丸佛認為這是他的責任,所以他在求原諒。 因為主認為,Jaya和Vijaya是他的仆人, 所以他們如果有什麼做錯,都是他的責任。 當主人所做的任何一切都是主人來負責的。 就像我們在 Hare Krishna的運動中, 有時奉獻的外賣書。 有時人們會抱怨, 有時人們會抱怨,說這些 Hare Krishna的人出去外面, 強迫我買書,所以他們就抱怨。 有時人們也寫信給 Pravipā, 跟 Pravipā抱怨投訴。 他們會說, 一位奉獻者來到我這裡, 而且強迫我來買書。 我必須要買一位奉獻者。 所以 Pravipā回信說, 我非常抱歉。 因為 Pravipā會抱怨他們, 因為他明白, 奉獻者會跟他們說抱歉。 因為這些奉獻者, 是以他知名來進行。 奉獻者推售 Pravipā的書。 所以奉獻者推出, 所以奉獻者推薦給他靈性導師的服務。 所以當人們抱怨的時候, Pravipā就負責責任由 奉獻者推薦給他靈性導師。 所以奉獻者推薦給他靈性導師。 所以同樣的事情也是這樣。 就是說, 來為家人所犯的錯, 來承擔責任。 你可以看到, 帕馬娜巴在那邊, 就來求四個Kumara來原諒。 所以可以看到, 帕馬娜巴在那邊, 就來求四個Kumara來原諒。 然後主解釋著說明他跟奉獻者們的關係。 主的奉獻者是跟主非常親愛的。 因為奉獻者托併於主的蓮花燭。 所以主解釋著, 主會把自己的手砍下來。 所以主是極切地保護他的奉獻者。 主解釋著說明他是奉獻者的奉獻者。 所以他的靈花燭是這麼的純潔。 因為主是奉獻者的奉獻者。 所以主的蓮花燭是這麼的純潔。 所以主解釋著, 我們把土拉斯的葉子供奉到主的蓮花燭。 土拉斯是一個純粹的奉獻者。 那橫河水呢,是來修洗主蓮花燭的水。 然後洗著水, 然後洗著蓮花燭的水, 洗著蓮花燭的水。 然後洗著蓮花燭。 然後洗著蓮花燭的水, 洗著蓮花燭的水流出來。 然後洗著蓮花燭。 然後洗著蓮花燭的水流下來, 洗著蓮花燭的三個世界。 所以我們可能會驚訝, 看到神是奉獻者。 我們常常認為, 奉獻者是奉獻者的神奉獻者。 因為我們一般認為, 我們是主的仆人。 那到底誰是仆人,誰是主人呢? 奉獻者們總是想著主是祂的主人。 而主呢? 祂想要來服務祂的奉獻者。 所以這是主跟祂的奉獻者們的超然交流。 我們在主的奉獻者們的超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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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都會去見祂的奉獻者。 每天都會去見祂的奉獻者。 我們在主的奉獻者們的超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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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亦要進入奉獻者們。 那奉獻者們希望進入奉獻者們。 他們說不,我們不能進去。 這件事有刊登在報紙上,就是說她被拒絕進入。 所以,哈利達斯塔庫,他不被允許進去到佳格納庙,可是他在外面有看到佳格納庙的屋頂的神蝶。 所以,他單單看到佳格納庙的神蝶,就很滿足了。 但每天,聖 Caitanya馬哈佛祖,不相別的地方,會來參見哈利達斯塔庫。 他每天都要去看哈里加斯塔庫。 他每天都要去看哈里加斯塔庫, 也會帶著哈里加斯塔庫。 這就是一個例子來主在服務的他的奉獻者。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比方說,在瑞姆娜這個地區有一個神像。 所以,神像非常有名的神像。 神像是偷著甜奶飯的狗比娜。 每天,他們每天會給神像供奉甜奶飯。 有一天,有一個奉獻者來到這裡, 他想要先嘗一嘗甜奶飯, 因爲他想要把甜奶飯帶回去供奉, 然後,他在哥比娜那邊的神像。 因爲,神像是偷取了一奉獻者, 然後告訴哈里加斯塔庫, 因爲他必須來拿捕, 然後給他的奉獻者。 所以,這個情況發生了, 就是說, 這個狗比娜在一個夢中告訴他的祭司, 說,他有拿了一個甜奶飯, 然後叫這個祭司去拿, 然後把這一罐的甜奶飯拿去給那個奉獻者。 所以,這就是主怎麼地在服務他的奉獻者。 還有另一個神像叫Shakshi-goppa, 一個見證的神像。 一個年輕人曾經承諾要把女兒嫁給佛羅門。 後來,這個年紀大的這個家人反對說, 不行,你不能把我們的女兒去嫁給那個人。 這個年紀大人說, 不行,我已經跟那個人承諾了, 所以必須這麼做。 但他們家人反對, 那你這麼說的時候, 有誰在旁邊見證啊? 這個人就說, 當時神像是見證者。 所以,這個長者就必須要回到那邊的神像, 跟他問說, 你必須跟我過來, 然後說明你真的見證過我對這個人的承諾。 神像就說,我只是一堆神像, 我怎麼能走到那去呢? 這個長者說, 你既然會說話, 那你應該也會走路啊。 所以神像就必須真的跟他一起走。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看到, 主是怎麼樣成為祂的奉獻者的徒人。 所以主在服務奉獻者中得到快樂。 所以四個庫瑪爾坂馬就詛咒了兩個手門, 他們必須去到物質世界。 所以主也就要求, 祂們趕快去到物質世界, 也要讓他們趕快回到別人的民性世界來。 所以這兩個手門呢? 他們就被詛咒去到物質世界, 而且出生在非奉獻者的家裏, 而成為惡魔。 而且同時是那種憤怒的心態。 他們就必須在生氣, 而且要跟祖作對。 然後把他們殺了。 在這兩個人, 首先出現, 而受到父親的父親吳交歐的家裏, 爲遲一個叫我想哒言, 爲遲一個頭 nac演, 另一個就是爲遲 others, 爲遲了兩者, 爲遲阿遲 ledイ他所殺, 另外一個被主,Varaha所殺。 第二次出生,他們被主,Ravana,Kumbhakana。 那一會兒,他們被主,Ramachandra所殺。 第三次出生,他們被主,Sishupala,Dangtavakra。 那一會兒,Krishna把他們殺了。 之後,他們回到Vaikuntha。 所以,我們必須理解釋。 通常,如果你去 Vaikuntha,Krishna說, 在Bhagavad Gita, 人們來到我的船, 他們不會再回到物質世界。 然後,Krishna說,任何人回到Krishna的居所, 就不會再回到物質世界了。 但是,我們必須理解釋, 我們必須理解釋, 他們怎麼回到物質世界呢? 所以,主要他們來到物質世界, 我們必須理解釋。 主要他們來到物質世界, 讓他可以跟他一起鬥一鬥、打一打。 因為他在Vaikuntha的時候, 大家都在崇拜他, 沒有人會跟他打鬥。 所以,他必須理解釋, 他必須理解釋, 讓物質世界有些力量強大的人, 讓他好好跟他們打一打。 所以,誰可以跟他打鬥呢? 所以,就是這兩個人, 讓他們成為惡魔, 讓主來出現, 而且跟他們打鬥。 然後,他們在物質世界後, 然後再回到物質世界, 然後再回到靈性世界。 所以,我們想要來理解釋, 主跟他的奉獻者們的交流。 就如這裡所描述的, 奉獻者總是急切地要來服主。 所以,主也很急切地想要為他的奉獻者來服務。 有不同種類的服務。 例如, 牧牛姑娘是直接來服務主。 有南達大軍和媽媽耶稣達, 也有南達大軍, 也有南達大軍, 直接地以父母來服務主。 還有牧牛頭, 像 Shri Dama, Subbao, Rishabba, 也有牧牛頭, 他們也直接服務主。 還有牧牛童,Sishuppah,Suppah,Suppah, 他們也是直接來服務主。 然後還有Krishna的侶奏, 像在Vrindavan, Krishna的侶奏,Pattrak,Rattrak, 他們都是直接侶奏, 在媽媽Yashoda,侶奏服侶奏。 所以這些奉獻者是直接服務Krishna, 然後還有其他奉獻者是直接服務Krishna。 就像Kamsa一樣, 他總是在想著Krishna, 但是他想著要殺掉Krishna。 他派了很多惡魔來殺除Krishna。 所以他們是間接地服務Krishna。 Krishna享受著跟這些惡魔遊玩。 對Krishna來講,只是遊戲而已。 所以Krishna總是很急切地想要為他奉獻者服務。 所以主無法忍受奉獻者的不方便之情。 Krishna是Bakta Vaktsala。 Krishna是Bakta Vaktsala, 不是Karma Vaktsala, 不是Dhyana Vaktsala, 也不是Karma Vaktsala。 意思是他不會跟Karma Yogi, 或Karmis,或Bhyanis。 他只會跟他奉獻者。 Fakta來交流。 Krishna在阿修喇的時候, Bakta Vaktsala說到Bakta Vaktsala, 在Bakta Vaktsala, Fakta Vaktsala, Bakta Vaktsala, Fakta Vaktsala, Fakta Vaktsala. Krishna在阿修喇上說, Krishna說了你因為你就是我的奉獻者。 因為你就是我的奉獻者, 所以我可以跟您講這個Gita。 阿珠娜說,因為祢是我的奉獻,所以我把佛家犯歌跟祢說。 所以喀哲娜非常關心祂的奉獻者,祢不願意奉獻者有什麼不便或什麼麻煩。 喀哲娜喜歡照顧祂的奉獻者。 喀哲娜描述這項目,祢說, 喀哲娜說,如果一個人可以來供養, 喀哲娜或賀哲娜是聖過於一個人進行數百、數千、數萬的祭祀。 在這個年代,所以來推薦唱頌主的聖靈, 這樣可以取悅賀哲娜是唯一的可以提升一個人的靈性生活的方式。 所以我們說,為一個提升佛羅門啦, 阿哲娜不是只說出生在佛羅門家庭的那些人。 Ravana也是出生在佛羅門的家庭。 Ravana是一個大惡魔,被主讓所殺。 Brahmana 意思是一個人真正培養了佛羅門品質的人。 Brahmana 像是 Sudama Brahmana, Sudama, who is a very dear friend of Lord Krishna. Brahmana is a very dear friend of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There is an incident in the past times of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which describes about how Advaita Acharya was performing shrat ceremony for his departed father. in the past times of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Advaita was the head of the Brahmanas in the region of Shantipur, which is in Gaudadesha, not far away from Mahaprabhu. Advaita Acharya is the incarnation of Lord Vishnu. Advaita Acharya is incarnation of Lord Vishnu. So he was performing this ceremony on behalf of his departed forefathers. And part of the ceremony requires that you take the food and you give it to the most elevated Brahmana. So many different Brahmanas came there expecting that Advaita Acharya will give the food to me. But Advaita Acharya, when he got the food, he brought it to Haridastakur. He brought it to Haridastakur. So the Brahmanas were shocked. They said, why are you giving it to him? He's a Mohammedan. He's not even a Brahmin. He's not even a Hindu. But Advaita Acharya said that this Haridastakur is the greatest of all the Brahmanas. Because he's constantly chanting the holy names of the Lord. So by feeding him, it's better than feeding thousands of ordinary Brahmanas. So here you can see also, it's stated that if you can feed a Brahmana or a Vaishnava, meaning one who is actually a Brahmana, who has the qualities of a Brahmana, or a Vaishnava, who is actually a devotee, then it's better than performing hundreds of sacrifice. So in this age, Kali Yuga,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should chant the holy names of the Lord. Chant the holy names and also please the Vaishnava. This is the main way to elevate ourselves into spiritual life. When Lord Chaitanya was living at Jagannath Puri, the devotees would come every year from Navitri, they would come walking to Jagannath Puri to attend the Radhi Atra, and they would stay there for some time. And before they would go back to Navitri, they would come to meet with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and get instructions from them. and they would come to the next day and come back to Navitri. So one of the devotees came there before Lord Chaitanya, 所以就有一個人來到主持太陽面前就說:"我是非常墮落一個人, 而且我是一個居家的人。 那麼,我怎麼能在我的靈性生活上有什麼進步呢?" 主持太陽媽媽就對他說:"那你要一直不斷地念誦聖明, 而且來服務ヴァイシナヴァ。 所以在這裏的教程中, 施魯 Prabhupada也提出了這一點。 喊聖聖名, 要聖聖名, 然後來服務ヴァイシナヴァ。 聖聖聖名, 要聖聖聖名, 然後來服務ヴァイシナヴァ。 那怎樣服務ヴァイシナヴァ呢? 就是當你供養奉獻者, 更高興地會給你祝福。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讓我們在靈性生活進行進步的很好的方式。 這是一種習俗,奉獻者們,他們習慣服務婆羅門。 所以,這裡說到的情況, 四個庫瑪羅,他們是婆羅們, 他們變得生氣, 他們喊了壞話, 他們喊了壞話, 他們喊了壞話。 他們是半天佛羅赫摩的孩子, 但是因為被觸怒了, 他們嚇出詛咒。 所以,我們要怎麼回應這類的情況。 我們必須要尊敬佛羅門, 即使佛羅門可能有壞話。 我們必須要尊敬佛羅門, 即使佛羅門有時候講話比較不好聽, 或是凶暴,或是粗言粗語。 有時候盡壞優惄和寵與其他Off 很害怕。 有時候偉大的優教師, 或是閃爵士們, 他的方面有生氣。 例如,Durvasamuni對Maharaja Ambarish的生氣。 Durvasamuni是一個偉大的瑜伽師、師父、很多的門徒。 Durvasamuni有時候對Maharaja Ambarish的國王生氣。 Maharaja Ambarish從來沒有對聖人有任何不悅、不高興的情況。 Maharaja Ambarish從來沒有對聖人有任何不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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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raja Ambie Bye 說:"如果像無觅。 那段官大 Scottish觀 threw解聖人有任何不悅。 Maharaja Ambarish從來有什麼悅。 Maharaja Ambarish從來就講了時旬, 大方日空大陸王會說。 Maharaja Ambarish從來沒有對聖人有任何不悅。 Maharaja Ambarish從來講道。 Maharaja Ambarish從來連對聖人有任何不悅。 但是哈利達斯塔菇還是忍耐著。 即使我們遭遇到困難的言論, 我們必須不擔憂。 即使我們遭遇到困難的情況, 我們就不要去反應和包容。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當你聽到一個貢獻者對你出言、出言、出言、出言。 你怎麼回應? 我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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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講那麼粗暴的話, 為什麼他態度這麼惡劣? 怎麼對我這樣子呢? 我們會覺得, 這句話其實是好, 他們幫助我, 讓我們脫離物質區體的概念。 如果有人來稱讚我們, 對我們說好聽的話, 其實對我們不好, 我們可能會讓幻想, 對我們講那麼粗暴。 如果有人對我們講那麼粗暴, 其實是一個祝福, 對我們來說是祝福。 那樣的情況, 幫助我們來脫離物質的概念。 讓我們去深思, 我們是真的沒有資格, 我們還有很多的錯誤, 很多的不足。 那麼粗暴。 所以 Prabhupād 說到, 他怎麼被他的靈性導師來批評, 折罵。 Prabhupād 說到, 有一回, 他在聆聽著他的靈性導師, 在講課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人去碰到他的肩膀。 他馬上回過頭, 因為這是一般的。 如果我們碰到我們的肩膀, 我們就回頭看看是誰, 或是怎麼樣的。 然後立刻, 他的靈性導師, Sh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ati Prabhupād 說, 你兩人! 你兩人! 他馬上對他說, 你們兩個啊! 他對後面拍攝了 Prabhupād 說, 你覺得, 因為你每月給了五日圓, 你買了我嗎? 就已經把我收購了。 然後他就說, 我們的創作者, 阿嘉尼耶, Shila Prabhupād 說, 你也想來這裡來談嗎? 那麼, 阿嘉尼 靈性導師就對 Prabhupād 說, 你現在要, 你要起來換你講了吧? 現在換你來講課是不是? 那 Prabhupād 說, 我可以當場就死, 當場去死。 然後他說呢, 這是一個很大仁慈的那一刻, 這是極大仁慈。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來去想, 這樣去看待。 What general principles can be drawn from your feelings during the incident? 我們來看, 在如發生意外的情況, 應該有什麼樣的一般原則? 我們可以考慮, 不管發生什麼事, 都是主的仁慈。 如果有人在批評我們, 對我們是好的。 它是幫助我們脫離物質、身體概念的狀態。 我們的傾向是說, 我很好啊, 我很完美啊, 我沒有什麼錯啊, 我們有這麼對自己一個很好的想法。 如果有人對我們講話很粗暴啦, 我們應該想說, 可以來淨化我的。 所以我們鼓勵, 即便我們遇到了那些被人家粗暴啦, 你應該都是一直對這些人來尊重。 所以如何處理它呢? 在當時遇到他, 在別的說話, 你不要嘗試像他, 他可能在喊嚴謊言, 他可能在怒怯狀態, 我們不應該想說, 我會怒怒他, 他怒怒我, 我會怒怒他。 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我們不應該跟他一樣, 他對我生氣, 對我講話不好, 我也對他生氣, 然後也悔嘴過去。 那是一種常識, 當人跟人爭論, 有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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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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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告訴你。 然後, 這變成真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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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那我們應該是怎麼樣呢? 與其生氣回對, 我們以一個比較好的態度, 一個微笑, 然後溫和的表達, 來安撫那個在發火的人。 為什麼呢? 我們應該想說, 他是一個佛羅門, 他是一個 Vaishnava, 他是代表著主 Naraya, 所以我們應該尊重。 我們應該看, 佛羅門跟 Vaishnava是跟主那麼的親愛的。 所以,我們也很鼓勵, 我們應該要鼓勵, 我們應該要笑, 我們應該要鼓勵。 我們應該要鼓勵。 一個火的臉是在表現, 當一個人是在愛和愛。 當一個人是在愛和愛和感情的時侯, 他的臉就會像蓮花一樣。 例子就是, 當父親在生氣的時候, 這個兒子試著安撫他的父親, 用笑臉, 用一些好的話, 平美的話, 來對父親, 來安慰這個父親。 你不會想要跟父親吵架, 你不會想要跟父親吵架, 甚至不會一拳揮過去。 反而是帶著笑臉, 用好的、甜美的話語來安慰。 對父親那種 對父親吵架。 我們針對챠和彌劍和彌劍有 Tokyo kitEva SH steeds別進入. 他們從墮落到物質世界了。 主描述,祂的奉獻者是無瑕疵的,沒有錯的。 喳与喳、喳与喳,他們是門主守, 他們只是盡職地守守著那個門。 這四個庫瑪爾卻對他們生氣, 然後詛咒他們來到物質世界。 所以,這四個庫瑪爾卻明白, 他們詛咒了無錯的人。 所以,這四個庫瑪爾卻聽到主跟他們說了之後, 他們就領悟到說,我們自己錯了, 我們應該對他們兩個人生氣。 所以,這四個庫瑪爾卻的懲罰, 這三個庫瑪爾卻,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回,主在裡面休息的時候, 然後,這個幸運女神正好回來, 然後要進去。 這兩個手門擋住了幸運女神, 就是說,主在裡面休息, 你不能進去。 所以,這個幸運女神就很生氣, 她是我的丈夫啊,我有權利去看她隨時進去。 所以,這個幸運女神就對這兩個手門生氣。 這是另外一個理由, 所以說,他們兩個被懲罰的理由。 但是這也是主安排的, 因為主想要有一番打鬥來玩一玩。 所以,主要祂的消耗時光來進行。 所以,主要祂的消耗時光來進行。 而,主要祂與祂們相當於主生的世界。 所以,主要祂與保守閉將會走進行。 所以,主要祂與祂與祂們, 主要祂們與祂們都來進行。 所以,主要祂們, 主要祂們和祂們就來進行。 所以,主要祂們和祂們都來進行。 但是,主要祂們也和祂們與祂們, 哈扮青 enjoyed it, 哈扮青ís布丹,哈扮青廉, 哈扮青壛和哈扮青薩薩, 哈扮青薩貴合佛 � logos 哈扮 easy kun sitt pu,哈扮青薩薩、阿扮青薩, 哈扮青薩薩薩、哈扮 A attachhipu, Hilas 101, Gosya, 哈扮青薩薩薩, Она一直在對此憤怒. 所以他們兩個憤怒對主是憤怒、不好的態度, 而不是用那種很可以美好的態度來想著主。 所以他們會更快地回到靈性世界。 在圖片上是主的豪柱的形體和惡魔在打鬥。 當時藝術師在畫這個畫面, 她在想怎麼畫主畫出來, 因為豬的形體,我們一般認為不好看,很醜。 因為她們在畫面上看到, 她們看著巴拉哈在打鬥, 他們會覺得, 這壞人在打鬥這個壞人。 他們會覺得, 這壞人是好, 這壞人是好。 然後把主當作是野獸。 他們沒有看出, 就是巴拉哈的形體出現。 所以巴拉哈說, 所以巴拉哈跟作畫的貢獻者說, 當然,妳要盡量把主當作畫的迷人來吸引人。 所以巴拉哈說, 當主想要來打鬥的時候, 他就要出現在這個世界。 在靈性世界沒有人願意跟主打鬥。 誰會去跟主打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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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爾被主所選出來跟祂打鬥, 也是聖人出現在主的面前見到主, 兩個手們就被詛咒了。 佳奧巴解釋著主的計劃, 當事情是由自尊主所安排的, 即使事情是由自尊主所安排的話, 人們不應該困擾,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跟一個人, 他期望或是他認為的情況相反。 例如,有時候我們看到, 一個強烈的教師被殺了, 或有時候他被殺了, 或者說他被陷入困境。 所以,看到所有的違反, 影響了奉仇, 我們必須不擔心。 我們必須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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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來記住。 因為我們會看到這類的情況。 很強大的傳教者, 我們所依賴的人, 我們所依賴的人, 所引擎、弱勢。 我們必須理解, 這都是Krishana的計劃。 Krishana把他們帶走, 去到其他的地方做服務。 Krishana必須要他們在其他地方做服務, 所以把他們從我們這邊帶走。 所以這都是Krishana的計劃。 我們必須要學習, 不要被干擾。 我們所說的內容, Jaya和Vijaya, 如何被四個Kumara所詛咒。 我們所說的, 我們也說到, 我們應該來接受佛羅馬說。 給我們一些不樂的情況。 我們那時候還是要保持微笑。 有些不樂的笑在你的臉上, 說謝謝你,Prabhu。 謝謝你的仁慈。 。 我們說到Jaya和Vijaya, 看到這個被詛咒的情況, 認為是主給他們的仁慈。 是主給他們的仁慈。 是主的。 是主義女進入世界, 使善惡, 使善惡在所有地方, 有些困惑, 使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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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慈禱的主義。 我們提到一些例子,主與四個Kumara的交流情況。 主想要服務主來取悅主。 所以我們在伊斯康協會裏面,也是要致力奉獻與服務主。 我們越加的服務主的話,就越加地跟我們交流。 為什麼主想要在物質世界裡面打鬥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讓奉獻者可以記得主。 主有不同的化身,出現在物質世界裡面,可以讓奉獻者們去想念祂。 而且他出現來取悅奉獻者,同時也把惡魔殺掉。 所以他也展示說,他對眾生平等的看待。 但是方式不一樣,有的是取悅者服務。 我們看到物質世界,隨時都在爭鬥,打鬥。 在爭鬥、打鬥的慾望,最開始是從主那來的。 所以一切都由喉獻者們來的。 我們也說到他們倆從白昆塔的掉到物質世界。 我們也說,他們只是在門邊而已。 沒有人真正從白昆塔掉落下來。 那爭鬥和彼爵,他們都沒有在身上。 那爭鬥和彼爵,他們來到物質世界, 很快就回到靈性世界, 他們沒有留在物質世界。 所以我們這樣來了解主的消耗時光。 有任何問題嗎? 有任何問題嗎? 我們必須解釋, Brahma-loka,Tapa-loka, 他們是在物質世界的部分, 他們是在物質世界的部分, 而Vaikuntha是靈性世界的部分。 我們必須了解, Brahma-loka和Tapa-loka是屬於物質世界的部分, 而Vaikuntha是靈性世界的階段。 Krishnam在佛教範講過後, 是講, 阿Brahma-Bhuvana-Loka, Punar-Vartu-No Arjuna, 從最高的世界上, Brahma-loka到最低, Brahma-loka,到最低, 所有風格說到的是生命和死。 從最高的Brahma, 佛罗赫摩的星球一直到物質世界最低層, 這麼多層次的物質星球都是存在生死的地方。 佛罗赫摩犯天壽命非常久,可是還是會死。 佛罗赫摩是在佛罗赫摩的星球下一層。 但佛罗赫是靈性星球。 佛罗赫摩是靈性的境遇, 是高過物質世界的存在。 所以要離開物質世界, 就必須穿越所有物質世界的不同層次的遮蔽。 物質世界被各種不同物質元素, 就像這些殼一樣,一層一層的把物質世界包起來。 所以就必須穿越這些物質元素的各種層次之後, 在佛罗赫摩是靈性宇宙。 然後在佛罗赫摩是靈性宇宙。 在佛罗赫摩是靈性宇宙。 就先判佛罗赫摩扎的野生。 那主布佛罗赫摩都明顯地回憑了。 他知道發生的狀況, 他馬上出現在現場。 因為他知,他最有限制 here, 因爲他自尊控制著,他知道Jarevijaya被詛咒了,所以會進到世界的情況。 在拜坤塔,有無數個拜坤塔星球,主的各種不同的化身,都有他自己的星球。 所以,有一個星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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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駕駛戰車的地方,有一個星球是這樣的進行。 所以主的各個擴展都有他自己的地方,在不同的拜坤塔星球,跟他的奉獻者們在進行那些交流。 您可以讀《偉大的佛加瓦潭幹路》,可以讀《偉大的佛加瓦潭幹路》。 是,是,Sanatana Goswami。 是,Sanatana Goswami在描述出來的。 是,Sanatana Goswami在描述出來的。 是,Sanatana Goswami。 是,Sanatana Goswami。 是,Sanatana Goswami。 Sanatana Goswami。 Sanatana Goswami。 它應該是男女之分。 肯定的,女孩子也可以是外申奏。 一般我們沒有說女孩子是菩蘿門的太太。 有不同的菩蘿門,有菩蘿門學者們。 菩蘿門學者是研究經典,可是他不是奉獻者。 菩蘿門學者們很熟悉。 但是都是物質上的知識。 菩蘿門學者們是在做儀式的菩蘿門。 菩蘿門學者是主的貢獻者。 菩蘿門學者是主的貢獻者。 我們有時候聽到, 卡利年代的菩蘿門抽菸、喝酒、吃肉。 當然,那樣就不是真正的菩蘿門。 菩蘿門的意思是,他們嚴格遵守宗教原則。 他們不會去吃麻醉品、喝酒、吃肉。 任何柔,任何柔,任何柔。 他們應該是在善良屬性的品格。 叫做祀來學民生。 比方說,病人是看來覺得。 自己控制, 智慈、自律、純潔的、知識、宗教性的、 智慧、常識、真理。 智慧、常識、忻悟者、儀忠、身、身、常識、忍悟者、 智慧、常識、儀忠、忠、観道、不全身、 雙方達成、宗教就, 因此,在帕哥的十方文表演, 所以佛羅門應該有這些品質。 所以佛羅們應該是主的奉獻者。 所以有些佛羅門是奉獻者。 而我們對她們都尊敬她們。 我們也同時對佛羅門的妻子來對她們致敬。 即使是螞蟻、樹、各種生物。 即使是螞蟻、樹、各種生物。 即使是螞蟻、各種生物。 在 Goều事民心界的偉大大스가和佛羅門, 好嗎? 如果我們說普羅門教 社會被分成 普羅門的宗教 如果說了印度教 很廣泛 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廟 segundoブもん 君 宥社會 Staff 湞 Cop 神 神 神式 有不同的修行方法來組合、被稱為印度教。 人們認為印度教是從另一邊的那些人。 印度教是因為印度教徒在河邊南岸所進行的儀式, 但是在現代的地理位置應該都找不到了。 但是在這條河的另一邊,就是我們現在稱之地上的印度。 所以住在那邊的人們就稱為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在經典上沒有的,但是後來被稱為住在那個地區的人。 所以如果說到印度教的話,可以說是很多種情況,有包括對半神人的崇拜,可以有很多的非人格主義的東西,很多很多種東西都在裡面。 就好像台灣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而且就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所以在印度也是一樣的。 在印度教徒在一起。 對嗎? 在印度教徒在一起。 在印度教徒在一起。 你 你 感谢观看